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专家访谈栏目 那么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请来了 加拿大闲市金融有限公司的总裁闲生林先生 那么闲生林先生他是协作于 我们加拿大首席的保险公司伦敦人寿 而且他是连续13年 在这个环球百万元桌协会的顶尖会员中 是名列华人第一的 我们非常荣幸请他来跟我们讲讲 这个金融产品的一些注意事项 您好 您好 先走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OK 大家好 我是先生林 这个在这个行业工作的这个21年中间呢 就是发现咱们大陆的朋友在这个金融产品选择上 有时候选择不慎 会造成自己的这个财务上的选失 像金融海啸中大家都熟悉的 在多伦多发生了几个案例 那这个案例中呢 就不少的朋友就选失比较沉重 那么这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在自己为了避免这种问题 怎么样能够选择 做一个明确正确的选择 然后使自己的财务更健康一些 比如说金融产品分两大类 一类就是基金类 一种就是保险类 对基金类呢 像银行 保险 信托 投资公司都做基金 那保险类呢 只有保险公司做保险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选个基金 如果你注意这两点 估计你就少犯很多错误 第一点呢 你要去考察这个基金的历史 这个基金呢 我们建议呢 最好要有20年历史 因为20年历史 在西方国家就可以有 每10年一个小循环 20年一个大循环 有这个循环过 它经历过市场的起伏 那就是第一个 要有20年历史 第二个呢 这个资金有多少钱 如果这个资金 这个基金里面 只有一块钱 你敢去投吗 所以说最少要一个亿 也就是一个亿 20年基金产品 这两点 哇 这是两个 就是肯定的 一定要抓住的 硬质标 硬质标 你要如果说 把这两点 你套套过去 发生的案例 过去这个案例 就不会发生了 所以说这个年限 和资金的量 第二个呢 就是保险类 那保险类呢 应该说是 更需要长线投资 那么在真个的 最好的选择中间 要做这个产品 一定要记住 选的是个产品 不是公司 要50年历史 那另外的话 这里边的钱 而不是一个亿 要10个亿 这样才好 所以说您刚才提到 这两点 我想都是跟这个 比如说钱 和这个公司的 经营时间的长度 是有关的 这些硬质标 是完全不可以 随便来替代的 是不是 是 那么刚才呢 这个钱先生也提到了 这就是我们在这个 理财中 怎样选择这个金融产品 当然了你选定了 金融产品以后呢 找一家正确的金融公司 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在下期节目中呢 就来给您继续介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